俄方爆出美国在乌收集霍乱病原体 美媒称纽约市政府发布 将市民应对核袭机视频 俄军正在研发可打击航母的高超音速武器 而美国又在炒作 伊朗向俄提供数百架无人机 俄乌局势就此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美国目前在乌克兰所进行的所谓战争行动 还不光是看到了枪啊炮这种直接对峙 目前针对特定种族 针对特定人群的生物武器研究 已经被美国提到了日程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对于俄军在战场上作战来说的话 会有极大的促进 所以普京现在的外交方方面面 他不单单专注欧宗陀 还要专注中亚地区 中东地区 这是他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选择 岛内媒体炒作台军本月底 举行的汉光演习 要进行所谓台北港反突袭演练 并炒作称 台所谓制造潜艇明年9月就会下水 台军一系列计划具有怎样的险恶用心 现在台湾当局不断地制造噱头 制造话题 它更多的就是以此来吓唬岛内的百姓 同时也希望把岛内的百姓 放在最前面当炮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要加快推动修宪进程 并且要在五年内加强日本防卫能力 日本一旦加速修宪 会对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今日俄方曝光 美国在乌收集霍乱病原体 与此同时 美国纽约市发布视频 教市民如何应对何袭击 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俄媒7月11号报道 俄方今日公布美国 在乌生物军事活动新细节 美方不仅在哈尔科夫州的精神病院 进行人体实验 还在马里乌波尔收集分类 霍乱病原体 此外 调查显示 美国正在乌克兰实验室 研发生物武器 与此同时 据美国纽约邮报新闻网站报道 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部门 11号发布了一段90秒的视频 向民众介绍躲避核武器袭击的方法 引发美国网友热议 视频一开始 一名主持人在明显是 电脑合成的背景下称 核武器攻击发生了 不要问我它如何发生 或为什么发生 这就是发生了 所以我们该怎么应对 紧接着主持人告诉民众 需要采取三个重要步骤 首先尽快进入大楼 但远离窗户 第二 最好前往地下室 如果人在外面 需要即刻清理身上的 放射性残留物 第三 密切关注媒体和政府 发布的消息 视频一发布 让网络平台上的 美国网友感到疑惑 纽约现在面临什么威胁 此外 俄塔斯社7月12号爆出 俄罗斯正在为海军 研制一种新型弹道导弹 名为蛇文石 能够摧毁包括航母在内的 大型水面舰艇目标 据悉 该导弹 可能使用高超音速技术 而海军暗访导弹部队 未来可装备该型导弹 另据法新社7月11号报道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 据情报显示 伊朗将向俄罗斯提供 包括多达数百架战机 在内的无人机 他还称 这些信息还表明 伊朗正准备培训 俄罗斯军队使用这些无人机 并同时强调 他不知道这些无人机 是否已经交付 而当地时间7月12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将于7月19号 访问伊朗 如美在乌收集霍乱病原体 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美国纽约市发布应对核袭击视频 是何用意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 首先请要杜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俄方公布了 美国在乌生物军事活动的新细节 曝光在马里乌波尔收集霍乱病原体 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在这个地方收集霍乱病原体 只是美国生物计划的冰山一角 早在2005年 美国在乌克兰多地 进行了大量生物实验室的建设 目标很明确 就是研制各种生物武器 包括霍乱在内的病毒 今后都要用于所谓的生物战争 据乌克兰统计 国内的很多疾病 莫名其妙的爆发 比如2011年 突然爆发了霍乱病毒 而且30个人 在霍乱的感染过程中死亡 到了2014年 又发现了800个人感染霍乱 到了2015年 尼古莱耶夫 有100个人 也莫名其妙地感染了霍乱病毒 也说明了 这种古老的病毒 如果重新现身 甚至是产生活力 一定有其中原因 也不排除 美国在不同地区的生物实验室 在进行各种实验 如果在实验过程中 通过泄露 包括其他方式的这种展现 很有可能会在社会面出现流行 因为在乌克兰的传言中 很多士兵也参加了各种实验 包括神经病院内的病人 也加入到了实验的队伍 当然是一个代引号的加入 所以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实验 目前在大范围高强度的进行 美国尽管销毁了一部分证据 但目前存留的证据足以表明 在哈尔科夫 在奥德萨 在尼古莱耶夫 在基辅 甚至是在西部的各个大城市 都有类似的这种实验过程 也说明 美国目前在乌克兰所进行的 所谓战争行动 还不光是看到了枪啊炮 这种直接对峙 目前针对特定种族 针对特定人群的生物器研究 已经被美国提到了日程 那接下来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还观察到 美媒现在爆出 说这个纽约市发布视频 教市民如何应对核袭击 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杜先生 患上了波塞冬恐惧症 杜先生 大国竞争 美国在准备核大战 杜先生请 最近俄罗斯准备 把携带波塞冬和鱼雷的 别尔哥勒多号下水 这种组合关系 是人类力量首次 而且在水下800到1000米内航行 对美国本土会构成重大威胁 关键是这种打击方式 美国没有见过 而且侦察预警拦截 现在的手段是零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防范 所以现在看 这种水中核武器 把之前的三位一体 变成四位一体 美国目前所有的防御手段 对这种打击方式 没有很好的预警能力 所以只好通过视频 通过电视台告诉大家 一旦有核突击 我应该怎么做 实际上也反映出了 美国的战略焦虑 大国竞争 如果把形势逐渐推高 一旦上升到核这个层次 对所有的国家 都会构成严重损失 主动挑起大国竞争的美国 也不能够独善其身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 现在不仅在这个病毒上 搞小动作 在核子上 也想要搞一些动作 腾先生请教您的观察 从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整个一个国家安全战略 军事战略 都在做出重大调整 就是针对大国进行 所谓的战略竞争 那么战略竞争来说的话 都是有核大战背景的 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 那么在乌克兰地区 那么俄罗斯也频频亮出 它的核能力 那么美国也不断地展现 它的核打击能力 比方说从加州西海岸 连续发射四枚三叉级导弹 那么直接打向关岛地区 而关岛地区 在当时由美国航母战斗群 在进行军事演习 它一改过去那种年度性 例行性的导弹实验 它直接打向了关岛地区 那么飞行了八千多公里 过去的话基本上飞六千公里 那么打一个实验就足够了 但现在来看的话 它明显地在加大 具有核大战背景的 一系列的演习 包括航母的演习 所以在这背景下的话 美国也认为使用核武器的频率 和可能性在增加 所以美国现在 特别是面对着俄罗斯 那么强大的核武器库 它也在做方方面面准备 告诉百姓要重新想一想 怎么样地遇到核袭击之后逃生 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主要还是跟美国的战略调整 有很大的关系 同样美国的核力量 在冷战结束以后 基本上处在一种延长寿命的状态 它没有太多的新东西 像俄罗斯 比方陆基 海基的 还有高超声速武器 都不断地入役 美国现在也有点着急 希望渲染核大战的威胁 来让国会 来让纳税人出更多的钱 给美国的核武器库 注入新的要素 新的武器平台 所以也有拿着核武器 来吓唬老百姓 从而扩大核武器库的这种考虑 那我们关注到俄罗斯 研制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是冲着美航母来的吗 杜先生 这种弹道式反舰导弹 跟之前的超高声速导弹 完全不一样 打击距离 打击范围 有明显的扩展 俄罗斯方面声称 这种导弹采取弹道式飞行 采取垂直攻击的方式 射程4000公里 跟之前告示导弹8到10倍音速 以及那1000公里设置相比 在对美国航母 所构成的威胁方面 有了重大提升 如果能够在更远距离上 对美国航空母舰构成威胁 这样在海上 在较大的范围内 可以把美国航空母舰向外推 现在美国航空母舰 在俄罗斯周边咄咄逼人 不仅在不同海域 保持了军事存在 同时正在向北极方向进入 如果俄罗斯传统的后院 也遭到了美国航母的入侵 那么俄罗斯用什么武器装备 去遏制美国航母的攻击行动 现在是个大问题 自己的航空母舰 没有办法与美国在吨位 能力和作战范围上相互抗争 如果通过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 在4000公里范围内 它可以在北约控制的绝大海域 对美国航空母舰发动攻击 这样它的威胁目标 不光是美国航母 所有北约国家的作战舰艇 也在威胁范围之内 那我们观察到现在美媒炒作称 伊朗将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无人机 而且我们观察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即将访问伊朗 在这个时间上 与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中东之行 有所重叠 那您觉得这会对俄乌冲突 带来怎样的影响 伊朗现在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这应该说有一定的优势 毕竟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 俄乌冲突战场上 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来说的话 非常的落后 如果说能把伊朗的无人机 不管是插大议题 还是专门负责侦查监控的 无人机进行这种使用 我相信会极大的提高 俄军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 作战能力 那么从普京总统访问伊朗来看的话 它也是一种加强合作 把战线 把跟美国竞争的战线 拉到另外一个区域 所以拜登13号到16号 访问以色列 访问巴勒斯坦 还有沙特 确实是有它自身的目的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平移 现在上扬的油价 因为它希望 对中东产油国加大产油量 来平移现在国际市场上 石油这个价格的高涨 这是一个 第二个要拉帮结派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也提出来 要建立以导弹防御为核心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架构 有人说这是一个中东的小北约 所以美国现在急功近利 但是中东国家并没有 给予积极的回应 甚至我们看到 在3月份欧州爆发以后 沙特领导人和阿联酋领导人 拒绝接拜登总统电话 这就说明了 中东国家对美国现在的政策 并不给予极大信任 所以俄罗斯现在把博弈 把美俄之间博弈 拉到中东地区 它有一定的优势 如果说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那应该说这种合作 在过去的基础上 有一个更大幅度的提高 对于俄军在战场上作战来说的话 会有极大的促进 所以普京现在的外交 方方面面 他不单单专注俄冲突 还要专注中亚地区 中东地区 这是他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选择 近日岛内媒体炒作 台军将于本月底举行汉光演习 宣称还要模拟所谓台北港反突袭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岛内媒体7月11号报道 台军汉光38号演习 将在7月下旬陆续展开预言 并预计在27号至29号实施正式操演 今年台军企图进行所谓 中枢防卫反斩首科目演练 将动员多年未出现在淡水河口的 AH-64E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与IDF战机实施操演 模拟所谓台北港反突袭 地面部队同时也将实施海上实弹射击 报道称 除在东部苏澳集结 海巡舰队实施海上操演外 后备部队战力演练也将是重点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的本性就是谋独 谋独必然要挑衅 挑衅的一个表现 是企图利用外部势力为自己壮胆 但事实证明外部势力根本靠不住 另一个表现是幻想以武谋独 就台湾那点武器装备 还有台军演习的那个水平 连我这个外行人都看不上 这完全是令治婚的做法 他们这么搞只能是死路一条 另据党内媒体12号报道 有台军人士称台所谓制造潜艇 进入稳定期 计划明年9月下水 吨位2000多吨 号称性能超越现役舰龙级潜艇 据称该艇作战系统及声纳 分别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和雷神公司提供 鱼雷则向美购买MK486型 共有18枚 台军计划模拟演练所谓 台北港反突袭 是何用意呢 防武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岛内媒体炒作 此次的汉光演习 台军又是要搞所谓的 反斩首演练 又是要模拟所谓的 台北港反突袭 具有怎样的企图呢 在汉光演习这个大戏台上 又要上演新的戏码 而且整个组合方式 就是恐惧家务之 比如反斩首演练 实际上就是逃跑演练 也表现出目前台湾当局 台独分子这种恐惧心理 既然挑动台海关系 持续地依美谋独 或者义武互独 那就不要害怕 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刻 要进行逃跑演练 岛内媒体报道得非常的高调 首先要坐着车跑 然后坐着直升机跑 最后坐着飞机跑 一共三跑 所以现在看呢 这种所谓的演练行动 实际上还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推托 如果挑起了战争行动 把灾祸留给台岛 自己全身而退 很显然在岛内 将会引发强烈的舆论谴责 所谓反突袭行动 很显然在居置上非常无知 淡水河口反突袭 这是个非常老的话题 而且老的已经长毛 如果真的进行登陆作战行动 谁会从这个方向突袭 一定是全岛多点位的 环向突袭 所以整个演练行动 它只是展现出了 台军在理论上的作战能力 如果一旦爆发各种冲突 和实战行动 那么这些直升机 IDF战机 能不能够起飞 能不能够到达指定空域 这都是个大问题 所以整个演练行动 还基本上是一种演戏行为 与实战没有半点关联 那我们看到台军还称 此次演习中的 这个后背部队的战力演练 也是十分重要的 那从这样一个细节 可以看出台当局的什么企图呢 现在特别强调 预备一部队的演练 我觉得跟俄乌冲突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现在岛内 也确实在密切地跟踪 俄乌冲突的整个一个进展 特别是乌克兰方向已经动员了 大量的预备一部队 已经开复到前线 对于兵力比较紧张的俄军来说的话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台湾岛的地形 来说的话 那根本就是两回事 岛内的这种从山峻岭 以及水往稻田 显然你多少人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特别是在高基础条件下的战争冲突的话 它可能是快节奏的 你人多的话 可能最多就是过去充当炮灰 对于抵抗是根本没用的 只要控制入相关的节点 应该说会很顺利地往前推 所以现在台湾当局 不断地制造噱头 制造话题 它更多的是以此来吓唬岛内的百姓 同时也希望把岛内的百姓放在最前面当炮灰 那不仅如此 我们还关注到岛内媒体炒作称 说台所谓的制造潜艇 明年9月份就能下水 那您觉得这一切真的能够 像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吗 本来想2024年下水 现在提前历年 准备明年9月份下水 这个可能性极低 因为现在台湾这个潜艇 大概是壳是自己的 里边的所有的精密的元器件 包括水中的综合指挥系统 武器系统 还有其他控制系统 全部由其他国家提供 所以整个的潜艇是岛内组装 是一个其他方面的组合 至于说明年9月份下水 现在看不可能完成 因为岛内媒体报道 之前这个任务 好多人去接替 说准备为潜艇岛内制造 做点贡献 所以很多来赚钱的人 组成了多个团队 去进行多国具体拼装 但突然发现难度极高 要想把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 全部进行如何 形成和谐一致的作战能力 难度极大 所以很多团队已经罢工 或者是推辞 这个状态下 只凭借岛内的团队 要想把不熟悉的多国技术组合 形成比建龙潜艇高出 数倍的作战能力难度极大 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 将尽快加速修宪进程 我们来看短片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号表示 他将推动尽快促成修改 日本和平宪法的提案 报道称岸田文雄所在的自民党 和其他支持修宪的势力 以确保维持了提议修改宪法 所需的三分之二的参议院席位 岸田文雄还声称 将在今年年内深化 关于日本安全战略的讨论 从而在五年内 大大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 部分美媒也在炒作日本修宪 鼓动岸田政府 利用参议院的胜利推动修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当天还与突然改变形成 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举行短暂会谈 9号岸田文雄曾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白宫称双方讨论了 美日接下来进一步的合作事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1号表示 由于历史原因 日本修宪问题受到国际社会 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 我们希望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称 要加速修宪 会对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为您解读 好 请小腾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 将尽快加速修宪进程 还说要在五年内 大大提升日本的防卫能力 有何目的呢 最主要是跟日本当前 他认为在国内和国际 有两个利好 有很大的关系 在国内来说的话 确确实实 那么日本政坛 趋向于右倾 趋向于保守化 非常明显 所以要实现国家的正常化 实现自卫队 国内的国防军化 已经在国内 有巨大的这种推动力 那么岸田文雄称也非常清楚 国内的这种政治转向 第二方面呢 就是美国 美国其实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宪法呢 当年是由美国 一个字一个字给它抠出来 如果说美国点头同意了 现在那么日本在修宪 就是法律层面 是没有任何障碍 在外部没有任何的障碍 那么现在加快步伐 应该是建在悬上 自卫队它又成为国防军 它就必须与之相配套 包括武器装备 包括局配投入 都要大幅度地增加 所以再次背景下的话 岸田文雄其实也是看好了 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转向 以及美国现在网开一面 对日本要推向前边 推到跟大国竞争的前沿 来为美国谋取好处 这种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那杜先生 我们还观察到这个岛内媒体 此时炒作称说台当局 对于日本修宪有着高度的期待 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评论说 这对于台湾地区来说 并非好事 您怎么看 这种评论应该是相对明智 相对理智 如果日本真的修宪成功 把作为对的条款纳入第九条 今后日本的扩张远战能力 将会得到重大加强 而且今后介入台岛事务能力 也有极大提高 毕竟在宇纳国岛 与台湾岛的距离上非常近 如果在西南方向 日本把修改之后的宪法 进行实施 那今后干涉周边的事务能力 再进一步提高 表面上可以介入台海 为台湾的台独势力 提供魔术保护 实际上会把台湾当局 把台岛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基本效果 现在台岛不光是美国的棋子 一旦日本修宪成功 也会成为日本的棋子 日本修宪成功以后 对周边局势会产生震荡 你毕竟日本把和平宪法 改为战争宪法 从和平国家到战争国家的过渡 会引发很多的动荡 比如在周边 自己的打击能力 包括中岛打击能力 进入对方领土的能力 核潜艇都会成为日本自卫队 甚至国防军的基本工具 这样在周边 搅动地区安全的能力 将会大幅推高 美国正在推进印太战略 如果日本有了多种战略工具 在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更加紧密的背景之下 那么在整个地区范围内 替美国做事 为美国做事能力 将会进一步提高 同时借助美国的默许 在周边扩军备战 这种能力也会大幅度上升 所以如果真的 把和平宪法进行调整之后 那么日本的危险性 以及从军国主义 到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战争毒性 将会进一步增强 同时我们关注到 近日还有不分美媒 也在鼓噪日本加速修宪 而且我们看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是突然改变形成 突然访日 此举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继续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日本正处在政坛的变革期 特别是岸天文秀上台以后 采取更加激进 这才一方面在加强 跟美国之间的勾连 另外一方面也积极地 介入到地区事务 在包括台湾问题上 说三道四 甚至公开地提出来 要发展射程在 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 打击有关国家的行政中心 所以它现在的政策 越来越激进 越来越具有侵略性 美国现在就是采取 这种实用主义的政策 来为自己的亚太战略 提供服务和保障 现在美国更加仰仗 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地区盟国 来加强跟中国的战略竞争 其实拉帮结派 搞团伙政治 搞军事同盟 成了拜登对外政策的 一个重要支撑点 那么这次布林肯到东京来 其实就是要进一步强化 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 或者更进一步地说的话 就是要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从而保证安田文雄政府 它采取的政策 完全跟美国在这个地区 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 相匹配 所以这也是布林肯 突然改变形成 到访东京的主要原因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来《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